北市府在本週日邀請前總統馬英九出席 228的活動卻引起人權律師的不滿 要求馬英九要知難而退 而今天有另外一場228的活動 馬英九重申他盡心精力 努力的為228平反 他在致辭的時候提到探視228的家屬 突然哽咽流淚 勁碑上的那個對聯 兩個小兒座伴侶 一腔熱血撒嬌圓 我第一次去 看到這個樣子 我立刻就沾然落淚 這是我們接觸到228家屬裡面 最慘痛的一家三口 那所以我跟他們家一組保持的關係 我去花蓮都經常會到鳳林去 讓他們家路上致敬